上次講到耶穌出世 那個記號原來有這麼深含意 今天繼續講他 又是他的童年 這個很寶貴的 因為沒有其他書 講他這段日子的經歷 稍後我讀一段經文給你聽 你就會知道這番的事 是誰記下的 這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41到52節 或者我很快地讀一讀 他們每年會到如月節 他們的父母就會上耶路撒冷去 當他十二歲的時候 他們就按著時節的規矩上去 守滿了節期之後 他們就和孩童耶穌 就營救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就不知道 以為他就和同行的人一起 在中間 走了整天的路程 才在他親屬和熟悉的人去找他 找不到 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 過了三天 遇見他在電裏 坐在教師的中間 一面聽的一面聞 凡聽見他 都覺得稀奇 因為他很聰明 和他的應對 父母看見他就很稀奇 就對著他說 兒子兒子 為什麼你向我們這樣行呢 你看看 我和你父親 傷心來找你 耶穌就這樣回答他 你為什麼來找我呢 你豈不知我應當 以我父的事為你媽 他講的話 父母就不明白 但是呢 他就和他們一起 下去 回去拿撒冷 並且順從他們 他母親 把者 一切的事 都存在心裡 耶穌的智慧和新量 並神和人 喜愛他的心 都一起增長 這段小故事 這些是猶太人的習俗 每逢到如月節 如月節 如猶太人來說 差不多是過年 月份 不要記 如月節 有很久的歷史 是他們出埃及記 出埃及的時候 流下來的一個 但是不說這個 通常這些大節日 他們都會上去耶路撒冷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 說話 他十二歲 當時主耶穌 十二歲 跟他之前 兩節說的時候 他只是小孩子 現在他已經十二歲 你會發現這件事 有沒有似曾熟悉 也有時候 不過這件事 更嚴重 簡直說 回家的時候 走了一日路程 才發現 他不在身邊 跟我們在新年 有出戲 時常很多人看 叫做Home Alone 幾個家庭 一起去旅行 誰知道 留下了個小孩 留在家裡 不知道 小孩就是這樣過 這是Home Alone 這個有點類似 因為有一大群人 一起去耶路撒冷 然後回拿撒冷 小孩就留在墊裡 這件事頗有趣 這件事 但是在這件事裡 我們看到 主耶穌 和一般的小孩 都沒有什麼大分別 而且 你的父母 你看一下 馬利亞和約瑟 都好像 都是一個很正常的父母 小孩不見了 你當然要回去找 所以 在這裏 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 主耶穌 在小孩 都是一個普通人 不像 我們那些 一般的民間宗教 說 這個是超人BB 一出生 就已經有超能力 沒有的 其實在主耶穌的一生裡 你都不見得他 曉飛 曉遁地 曾經行過一些特別的神跡 但是他基本上和普通人沒有分別 而他行的神跡 以前在舊約 都有先知做過的 他都不是第一個 只不過有一個神跡 只有主耶穌先在他身上出現的 就是 死而復活 這個就是 自己死了 自己復活 這個是唯一一個神跡 在主耶穌身上出現過 其他以前的先知書 或者以前都沒有人提過這種事 但是其他他做過的神跡 很多以前的先知都做過 所以 所以在這裡強調一件事就是 主耶穌是以用人的身份 就是 他是一個完全的人 他和普通人是一樣 他跳高也不一定跳得高過你 跑也不跑得快過你 他只是一個普通人 不是他而已 究竟他背後有更深的含意在哪裡 尤其是說到這個十二歲的耶穌的時候 有些什麼我們可以在裡面學到的呢 好 或者再重新 再看一次這個經文 每一個地方 提一提 讓大家知道 原來那裡也有些事情要留心 那 我從而說過了三天 剛才那裡說過他們走了一天 他走回去也要一天 然後才再過了三天 究竟那三天包不包 那來回似乎不包 最重要 但是總之 起碼那個小孩 耶穌小孩 有三天 留在耶路撒冷 誰照顧他 對嗎 似乎他在那個墊裡 應該有人接濟他 起碼飲食也要 睡覺 但是這個小孩很奇怪 十二歲的小孩 他寧願在那個墊裡 和那些教師 一面聽一面問 看到一件事 是一個好學生 何謂好學生 不是說他一聽就明白 重點就是 他聽不明白要問 所以大家在學習太極 做其他運動的時候 我希望有人聽完之後 不明白的 拿來問 尤其是在這裏 和大家分享聖經也是一樣 你聽不明白的 你應該會問的 那這個就是 主耶穌在這班教師裏面 一邊聽一邊問 足足三天 起碼三天 不止三天 應該 應該 好了 那麼 凡 聽到他說 又聰明 他的對應 都十分稀奇 那些人覺得 這個小孩 怎麼這麼聰明 人家覺得他聰明 其實間接上 其實他是用 十二歲的小孩來看 其實他還有很多 缺乏 如果不是他也不用去聽 咦 你不是說他是上帝來的嗎 他為什麼 他坐在這裏 應該都認識了 沒有的 他真的從初級慢慢慢慢學起 哦 原來是這樣的 即是沒有超能力 即是不是有特別的知識 即是不像我們民間宗教那些人 已經非天頓地 或者已經是 各樣都認識的 不是的 他跟一個普通的小孩沒有分別 好 好 當他父母見到他的時候 這個母親 母親就是馬利亞 就說 兒子兒子 你搞什麼 你搞到我們很傷心 走來找你 耶穌就回答他 你幹嘛來找我 我應該在 以父的事為念 這個也不算是薄嘴 他真是天真無邪 不懂人間世故 即是當時的耶穌 他真是一個小孩 不過當然 我想他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你留意一下 有些舊約的 就是約書雅 也有類似這樣的案子 當他們斷奶之後 寶寶就交給聖殿 就是 栽培他做接班人 所以他可能學了約書 不過這個不重要 總之這個小孩 天真無邪 這樣回答 聖經說了一句很有趣的說話 他們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即是他父母不明白小朋友 為什麼這樣說話 有一件事 想提一提 就是 主耶穌說的說話 其實都是從聖經 不過 其實 小孩說的話 不代表是錯的 只不過 大人不明白小孩 為什麼他這樣說 除非他有些特別動機 不然小孩也不會特意去騙你 只不過我們不明白小孩 只不過我們不明白小孩 還有一例 他說 但是他沒有咬頸 沒有鬧 聽他父母一起 跟他回去拿薩納 而且 聖經說得好 並且順從他們 這個是一個很乖的典範 他聽教聽話 雖然他是主耶穌 他在人的小孩的時候 他也是聽教聽話 所以 當然 當時主耶穌 根本上 他已經是聖靈充滿 即是說 他很明白上帝的心意 而他過了人的生活 他十二歲的時候 都有這樣的經歷 如果我們剛剛新做基督徒 其實我們也是從零開始 慢慢去學習 在這裡 主耶穌做了一個好的典範 就是 聽教聽話 當然聽教聽話 是順從父母 這裡一句 有意思 他說 他母親把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裡 很明顯 這個故事 就是 馬利亞福術出來的 而是 路加寫下的 因為 只有 這麼親的人 你才會知道 小朋友在小時候發生過什麼事 所以 而這件事 如果你再看回 盧家福音的第二章 基本上 都應該是馬利亞 寄下來的 寄下來 放在心裡 沒有跟別人到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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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應該是 他說給盧家 盧家寫下 而 在第二章 裡面 這一個 其實 有兩三個故事 這是其中一個 即是 在耶穌的童年來講 只有三件事 是值得 記下 提醒的 換言之 其他的事 哈哈 即是跟普通弟弟沒有分別 即是跟你在那裡 餵他吃飯 他打爛東西 即是這些 其實跟普通人沒有分別 完全沒有分別 那麼 在聖經裡面 就有一句 最後那句 是 盧家收筆 那時候寫下 就是 耶穌的智慧和新娘 並 神和人喜愛他的心 都一起增長 一起增長 意思是什麼呢 它是有一個 growing process 即是它要慢慢慢慢 像一棵花一樣 慢慢慢慢 變大 也好像我剛才所說 它不是一跳下來 是一個超級嬰兒 即是有超能力的嬰兒 哈哈 它要走 要跟你說話 不是的 所以 連主耶穌本人 祂都是完全的人 但是 我們為什麼說祂完全的神 神呢 其實是 我們叫祂做神聖 祂有完全的神聖 祂也有完全的人聖 神聖的意思是 祂明白神的心意 然後 在祂做人的時候 祂知道走左走右 都會跟從神的旨意去走 因為祂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 祂跟普通人是沒有分別的 換之 就是說 如果我們 明白上帝的心意去行的話 其實跟主耶穌沒有什麼分別 當然 主耶穌就是 一個 完全明白神的意思 祂沒有做錯任何一件事 可以這樣說 而 祂過去的一生 所以 主耶穌整個一生 都是我們 學習的一個 最好的指標 為什麼我們稱呼祂為主呢 就是因為 祂是獨有的 即是大師父 我們個個都會犯過罪 但是主耶穌是沒有犯過罪的 因為祂很明白 上帝的心意是想什麼 而祂用人的樣式 過去的生活的時候 所以 這個 神和人喜愛他的心 都一起增長 即是說 祂越明白神的意思越多些 人 做人的意思也會做得好些 一路慢慢慢慢增長 祂說 神和人喜愛他的心 即是說祂和人的關係是好 祂和神的關係也好 而是兩個一路一路增長上來 即不是一路就說 祂是完全的神 祂在上面 祂是人在下面 不是這樣 祂是一朵花慢慢生長出來 意思是說 其實祂和神 和人的關係 都是一層慢慢增長 間接上有一個真理 可以提一提 就是 原來我們和神的關係越好 或者我們越明白神的心意 而跟隨他走 原來我們和人的關係 都會一路一路變好的 所以如果我們那個神性 就是慢慢學習神的本象 即是祂的形象 如果越做得好 我們和人的關係就會越好 而人的關係越好 我們和神的關係越好 其實我們在這個環境下 去學習 當然我們一出生就有人性 慢慢慢慢長大成人 但是也要將我們的神性 慢慢慢慢活現出來 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和主耶穌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在這裏 希望鼓勵一下大家 連主耶穌都是這樣 慢慢慢慢培育出來 其實我們都可以 這個就是 聖經 或者我們所謂的基督徒 他的目標就是 慢慢慢慢把我們的神的形象 慢慢慢慢培育出來 一步步來的 不是一步登天 就沒有這回事 連主耶穌也是這樣 所以大家不要灰心 哈哈哈哈 好 下次我再分享一下 主耶穌在另外的經歷 希望大家可以有助益 下次再見 拜拜